那有可能同台合體直播嗎? 當然不可能啦 怎麼會跟雜碎直播呢? 你來我店裡面 在我家裡面親盟打吼 XXX 可能你是剛好而已啦 那你要陪我一億 你會跟他講什麼? 你怎麼會跟他講? 欸~~~ 這可惡 I don't care 你不要來 人跟人 一定是互相尊重 如果你進來你不尊重我 我就把你從四樓丟下去了 啊不 開玩笑的 開玩笑的 別再問我有什麼 幫你從四樓丟下去 潮哥Toys 原家變同事 潮牌地圖炮是 烘炭雜碎中的雜碎 哈哈哈哈 同事 同事 咳咳咳咳 因為 浪直播 他至少有八千個以上的主播 YouTuber超哥 時隔三個月重新付出 新工作是在浪賴直播 和出飯店條的冤家Toys 恰巧從冤家變同事 我們就是這八千分之一而已 那你說我們是同事嗎? 在廣義上來講是 但在廣義上來講 基本上不會見到面 這輩子都不太可能 道不同不相為謀 所以我沒有要為自己辯解任何事情 做錯了就是做錯了 是不是我做的? 是 基於什麼理由 一時氣氛難耐之下 不小心用超敗體型 揍了他 我認錯 這件事情本身是錯的 人家說我們不好 態度上很溫和的跟我們說 我告訴你 我招待你都無所謂 甚至我跟你謝謝 但是如果是很尖銳的言語 我不接受 不是不能夠接受批評 但是這種很尖銳的言語 跟這個擺明就是 惡意而來 我不接受 你不用進來了 你的錢沒有比我的大 你也沒有比我有錢 所以 你不要來 我怕你離我遠一點 再離我遠一點 XXX 你當天聽到他在媒體前喊話 對1億你的反應是 到底是哪一位天才 還是哪一位智障 講出一個超過常理 超過500倍的金額 如果一般的結果是20萬的話 你要求1億 你是窮風了 還是要給他破一扛 聽到1億 我只有笑笑的 因為這就是對方的風格 他就是要炒新聞 我遇到所有台灣人 幾千個人 從2月到現在 每個都說 XX 下次揍他叫我 把那個逼掉 對 XX 不好意思 那我另外問那個 和解的條件 還有那個 生死雷台 你看我翻白眼就知道 這個人真的是 無恥到了極點 雜歲中的雜歲 我今年44歲 他至少小我一輪 今天我如果找 大我一輪兩輪的 老爺爺去跟他打生死雷台 你覺得合理嗎 你要去想 一風不起浪 你來我店裡面 在我家裡面 親蒙打吼 XX 就你是剛好而已 但是 如果你是尊重我 你給我1分尊重 我會還你3分 5分 因為我們都是台灣人 又炸毒又販毒的 從超派炸雞開始 不斷的弄我 你覺得我怎麼想 我忍無可忍 我當然無必在忍 人跟人 一定是互相尊重 如果你竟然你不尊重我 我就把你從4樓丟下去了 啊不 開玩笑的 開玩笑的 代價我們承受得起 幾十萬的事情被他講成 1億 你會覺得很真實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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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